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两个重要议题 首先 沙特阿美重申起与中国的石油基础合作关系 并宣布将共同开发清洁能源技术 助力北京实现2060年探中和目标 沙特阿美自1991年以来一直向中国供应原油 并计划通过创新技术如蓝氢和电燃料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他们还在中国大陆大规模投资炼油和石化工厂 以推动经济发展 接下来 我们将关注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出席的 一个由莫斯科和北京创建的安全组织峰会 此次峰会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 吸引了上海合作组织SCO的成员国领导人参加 普京和习近平强调了双边关系和SCO 在对抗西方联盟中的重要性 并赞扬其在建立公平 多集世界秩序中的角色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沙特阿美 全球市值最高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正利用其与中国长久的石油供应关系 共同开发清洁能源技术 以助力北京实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 这家公司自1991年以来一直向中国供应原油 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 仅去年一年 中国就从沙特阿拉伯进口了8600万吨原油 占其总进口量的15.2% 沙特阿美的下游总裁穆罕默德 Y.阿尔卡塔尼在南华早报中国会议上表示 我们正在开发创新技术 如蓝氢 电燃料和碳补给予风存技术 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同时加强我们现有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能力 蓝氢技术通过提取和风存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 有望成为比传统氢能源更环保的替代方案 而电燃料则是通过将补获的二氧化碳 与使用可再生能源分解水生成的滤氢反应制造的 这些技术都展示了沙特阿美对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支持 此外 沙特阿美还通过共同投资中国大陆的炼油和石化厂 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这些工厂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 服装和建筑材料等各个行业 为中国的制造业提供了重要的化学品供应 沙特阿美不仅在技术上做出贡献 也在投资上加大力度 去年3月 沙特阿美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和盘井新城工业集团合资的华井阿美石化 在中国东北的盘井开始建设一座大型工厂 该工厂包括一座日产30万桶的炼油厂 和一座年产165万吨以烯与200万吨对二甲本的石化厂 这些投资项目不仅为当地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也加强了中沙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 去年2月 沙特阿美的子公司Savik与福建能源石化集团的合资企业 也开始建设一座价值64亿美元的工厂 该工厂预计在2026年下半年投产 届时将拥有180万吨的乙锡年产能 此外 沙特阿美还与中国建材研究院合作 成立了名为Nexo的非金属卓越与创新中心 旨在推动建筑和建设行业使用非金属材料 以减少该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 阿尔卡塔尼表示 这一开创性举措可以为其他领域的合作铺平道路 进一步扩展我们在中国的合作范围 包括潜在的风能和太阳能领域 沙特阿美的这些举措 不仅展示了其在全球能源市场的领导地位 也体现了其在推动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中的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 出席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 上海合作组织SCO 峰会 这个由中国和俄罗斯共同创建的安全组织 旨在对抗西方联盟 促进地区安全和经济合作 普京和习近平的出席 使这次峰会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该组织成立于2001年 成员包括中国、俄罗斯和四个前苏联中亚国家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后来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也加入了这个组织 周四 白俄罗斯也正式成为SEO的成员国 这次峰会吸引了包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谢里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纪约耶夫等多国领导人出席 伊朗代理总统穆罕默德、默赫巴尔也参加了会议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峰会还吸引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阿塞拜 将总统阿利耶夫的到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亲自出席了这次峰会 表明了国际社会对这个组织的重视 对于普京来说 这次峰会是一个展示西方孤立俄罗斯努力失败的机会 在周三与习近平的会晤中 普京赞扬SEO是公平、多极世界秩序的关键支柱之一 并表示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这是他们在两个月内的第二次会晤 继普京访问中国之后 这次会晤强调了北京在西方制裁下对莫斯科的政治支持 以及中国作为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市场的角色 普京强调 俄中关系是全面伙伴关系 这些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和尊重彼此主权的基础上 而习近平则表示 我亲爱的朋友 我对我们的新会面感到非常高兴 这一友好的姿态 不仅展示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默契 也显示了中俄两国在全球政治舞台上的紧密合作 对于主办国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来说 这次峰会是进一步加强与更大、更强大邻国合作的机会 比如 哈萨克斯坦经常与邻国俄罗斯和中国进行接触 同时也在寻求与西方的联系 在峰会的开幕致辞中 托卡耶夫赞扬SEO是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之一 总体来说 这次峰会不仅展示了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也显示了他们在地区安全和经济合作中的积极作用 这次峰会的成功举行 无疑将进一步巩固中俄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并为未来的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沙特阿美是全球市值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成立于1933年 其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的达栏 作为世界顶级的石油生产企业之一 沙特阿美在全球能源市场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沙特阿美自1991年起开始向中国供应原油 这一合作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深化 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 2022年中国从沙特阿拉伯进口了8600万吨原油 占中国总进口量的15.2% 这表明沙特阿美不仅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供应商 也是双边经济合作的重要桥梁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实现碳中和目标方面 沙特阿美也在积极探索和开发低碳能源技术 该公司致力于蓝氢、电燃料和碳补集 与封存技术的研发 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蓝氢是由天然气制成的氢气 其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被提取和封存 相比之下 电燃料A-Fuels是通过将工厂补货的二氧化碳 与使用可再生能源分解水生成的滤氢反应制造的 沙特阿美在中国的投资也体现了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持 通过与中国荣盛石化等企业的合作 沙特阿美每天向中国供应数十万桶石油 用于生产汽车、服装和建筑材料等各种制造业的化学品 除此之外 沙特阿美也参与了中国东北盘景的大型工厂建设计划 该工厂包含一座日产30万桶的炼油厂 和一座年产165万吨乙烯和200万吨对二甲本的石化厂 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合作也在加强 尤其是在上海合作组织SCO的框架下 SCO成立于2001年 由中国、俄罗斯和四个前苏联中亚国家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共同创建旨在促进地区安全和经济合作 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后来也加入了这个组织 而白俄罗斯则在近期加入 SCO的峰会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 吸引了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多国领导人参加 普京在峰会上称赞SCO是公平、多极世界秩序的关键支柱之一 并强调俄中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习近平则呼吁得建立、沟通的桥梁 进一步推动中国作为美国极其盟友的替代选择 对于普京来说 这次峰会提供了一个展示西方孤立俄罗斯努力失败的机会 在周三与习近平的会晤中 普京赞扬SEO是公平、多极世界秩序的关键支柱之一 并表示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这是他们在两个月内的第二次会晤 继普京访问中国之后 这次会晤强调了北京在西方制裁下对莫斯科的政治支持 以及中国作为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市场的角色 总之 沙特阿美和中国的合作 以及俄罗斯和中国 在SEO框架内的合作 体现了全球能源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这些合作不仅有助于促进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 还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维护地区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沙特阿美的这次举动简直是能源界的诸葛亮啊 既能搭上中国这艘巨轮 又能在清洁能源的道路上抢占先机 他们可是从1991年就开始给中国供油 这关系比古代的情境之好还要深厚 而且数据显示 去年中国从沙特进口了8600万吨原油 占总进口量的15.2% 这样长久稳定的合作 无疑能够支持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蓝氢和电燃料的技术 听起来像是未来的黑科技 简直是剑指未来的能源解决方案 楚天书 你这么一说 我差点以为沙特阿美要变成清洁能源的圣母玛丽亚了 说到碳中和 沙特阿美可是一家石油巨头 这就像让狼来当羊圈的守护者 他们一直通过石油和化工产品赚大钱 现在转个身就说要搞清洁能源 这转型速度比刘备三顾茅庐还快 这些所谓的蓝氢和电燃料 市场接受度还不知道如何呢 更别提能否大规模推广了 谢琪琪 你这么说可就有点一页账目 不见泰山了 当年苏东坡被贬黄州 还不是利用当地资源写出了 赤壁富成为千古名作 沙特阿美这次与中国的合作 不仅仅是战略转型 更是双赢的局面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国之一 而沙特阿美有技术 有资源 双方一拍集合 共同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 就拿碳补给予风存来说 这可是目前全球公认的减碳利器 哎呀 楚天书 你这么一说 我倒真想看看沙特阿美 能不能像苏东坡一样化为危机 别忘了 这世界上有多少画饼冲击的事啊 中国推动清洁能源的进程 并不需要依赖一个石油巨头来当救世主 再说 沙特阿美的大量投资 还是集中在石油和石化领域 这根本就掩盖不了他们的基本盘 这就像曹操想要称霸天下 但他心里还是最爱那一口酿酒的东西 谢琪琪 你这么说的话 那我倒要说沙特阿美这次像是曹操的广灵散 既有雄心壮志 又能施意盎然 你知道吗 沙特阿美和中国的合作可不仅仅是能源问题 还涉及到经济 技术和产业升级 从盘景到福建 这些合资企业可都是重头戏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可不是画饼冲击 而是实打实的合作 哎 楚天书 这么说来 你倒是说得有理 但我还是觉得这是一场镜花水月 沙特阿美的资源 很技术固然重要 但中国要实现碳中和 真正需要的还是自主创新 和多元合作 沙特阿美的油田 就像是西天取经的妖魔鬼怪 虽然协助了唐僧 但终究还是心怀鬼胎 清洁能源的未来 还是要靠中国自己的科技力量 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之巅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好吧 大家听好了 这次我们来聊聊两件大事儿 一个是沙特阿美和中国合作推广清洁能源的故事 另一个是普京和习近平出席地区安全组织峰会 展示他们的好基友情谊 让我们一起来解读这些新闻背后的故事 首先是沙特阿美和中国的清洁能源合作 沙特阿美这家石油巨头跟中国的关系就像老朋友一样 从1991年一直供应原油给中国 去年他们输入了8600万吨原油 占中国总进口量的15.2% 这不光是石油的事儿 他们还在拟定一个减碳大计 沙特阿美的下游总裁阿尔卡塔尼在视频会议里说 他们正在开发蓝清 电燃料和碳补级技术 帮助中国实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 这里的蓝清不是什么蓝色的神奇物质 是由天然气制成的氢气 只不过在制造过程中把碳排放搞定了 至于电燃料 那就更有意思了 是用滤清和二氧化碳搞出的环保燃料 沙特阿美不仅仅在技术上搞创新 还在中国投资建设大型工厂 比如在盘井的那家大工厂 每天产量30万桶的炼油厂和超大型乙烯 对二家本厂 他们还和福建能源石化集团一起干了一个64亿美元的大项目 估计2026年就能投产 这些投资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 还在推动清洁能源技术 简单说 沙特阿美这次是带着油来帮忙搞环保的 接下来我们聊聊普京和习近平的兄弟情 这两位大佬上周四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 SCO的峰会 这个组织可是由中国和俄罗斯牵头成立的 最初成员是中俄和四个中亚国家 现在印度 巴基斯坦和伊朗也加入了 白俄罗斯这次也成了新成员 除了习大大和普京 还有一堆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和其他观察员国 像土耳其 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的代表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普京在会议上表示 SCO是对抗西方联盟的一个重要平台 他们的合作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这次会议还展示了中国对俄罗斯的政治支持 尤其是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下的情况下 中国成了俄罗斯石油 天然气和高科技进口的主要市场 另一方面 习近平也向各国呼吁建立沟通的桥梁 这就是说中国要成为美国及其盟友的替代选择 最后 我们聊聊普京和习近平的二度会面 这哥俩上次见面的时候 普京刚去了中国 这次又在哈萨克斯坦碰面 普京称他们的关系是全面伙伴关系 并且在平等 互利和尊重彼此主权的基础上建立 习近平也不甘示弱 称普京是他亲爱的朋友 两国的合作关系让他非常高兴 总结一下 沙特阿美和中国的合作不仅是石油和经济上的 更是一个清洁能源的战略合作 而普京和习近平的会面则展示了他们在对抗西方制裁和 推动地区安全上的共同立场 这些大佬们的动向可不是闹着玩的 对全球局势都有深远的影响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他们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动作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